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透过固定电话或手机 当地的911紧急电话都无法拨通 这状况持续约两小时至晚间90左右才恢复 断线期间 紧急电话服务的接线员 还是可以看到民众用手机拨打911的来电记录 在通讯恢复后已经一一回电 南达科他州整个州都无法拨通911 该州公共安全部表示 民众还是可以传简讯给911 或拨打当地警局治安关办公室的电话 晚间11时左右 该州的紧急电话服务恢复 执法官员周四表示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迹象表明这些中断 是由网络攻击或其他恶意行为造成的 由于网约车司机遭攻击事件频发 为了强化安全 Uber 4月18日起 在芝加哥及全美其他11个城市启动新的试点计划 使用Uber的乘客将在应用程序上接受验证 如通过将会在其个人资料上添加蓝色对沟 公司机查看 大多数的用户将使用以存档的详细信息自动进行验证 用户不需要采取任何额外步骤 对于没有立即通过验证的账户 可将政府核发的身份证 如驾照、护照拍照上传验证 Uber表示上传的文件将全部加密 不会显示在用户的个人资料上 Uber首席信任与安全官西瑟·切尔斯表示 Uber会使用值得信赖的第三方数据库 检视该平台账户上的姓名、电话等信息是否吻合 至于没有通过验证者 还是可以叫Uber 但司机看到乘客是否通过验证的资料后 可以决定要不要接单 加拿大大多伦多地区警方4月17日宣布 破获了一年前发生在多伦多皮尔逊机场的黄金盗窃案 2023年4月17日 从瑞士苏黎士起飞的一航班 抵达加拿大多伦多皮尔逊机场后不久 6600根纯金金条和价值约250万加元的各种外币被盗 此案案值高达2250万加元 警方表示其中五名嫌疑人已在加拿大被捕 一人在美国落网 警方正在追捕另外三人 案发后 加拿大警方与美国酒精 烟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合作 追回一公斤失窃黄金和折合约43万加拿大元的外币 他们融化了黄金用赃款购买了非法枪械 欧盟委员会4月17日表示 抖音海外版新应用程序TikTok Lite在法国和西班牙推出后 TikTok需在24小时内提供风险评估 理由是担心该应用程序对儿童和用户心理健康的影响 这一TikTok应用程序的精简版本质上是付费让用户观看视频并赚取积分 这些积分可以兑换优惠券或礼品卡等奖励 要参与用户必须年满18岁并验证自己的年龄 他们每天最多可以观看一小时以获得奖励 相当于每天1.06美元 该委员会表示 TikTok位于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 本应该在该应用发布之前进行风险评估 该委员会表示 这一要求涉及新的任务和奖励极简版程序 对保护未成年人以及用户心理健康的潜在影响 特别是对成瘾行为的潜在刺激方面 本应该在迂述